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看中巴海洋衛視2海上聯合演習開幕 7月10日下午中巴海洋衛視2海上聯合演習開幕式 在上海不從一個軍港舉行 解放軍海軍少將劉志剛和巴基斯坦海軍準將謝克共同擔任演習導演 開幕式上面雙方的導演分別致詞 表示中巴友誼、歷史悠久、遠遠留長 兩國海軍始終保持緊密溝通、親密協助 通過兩國海軍不斷深化交流合作 必將進一步增強雙方聯合應對海上安全威脅 維護海洋和平的能力 劉志剛說中巴聯合軍演命名為海洋衛視 充分體現了中巴兩國海軍攜手共建海洋 命運共同體的良好願望 展現出共同守衛海洋和平和地區安全穩定的信心和能力 最後劉志剛少將宣布演習開幕 海洋衛視二海上聯合演習 是中巴海洋衛視系列演習的第二次演習 2020年1月雙方曾在北阿拉伯海等海域 舉行代號為海洋衛視2020的聯合演習 兩國參演的兵力、密切協同、深度合作 原本完成了所有既定的科目 探索了海上聯合演習的新路向 這次的聯演中方參演兵力 以東部戰區海軍兵力為主 包括導彈護衛艦、雙潭艦、索州艦、 綜合補給艦、千島湖艦和一艘潛艇 一架預警機、兩架戰鬥機、一架直升機 而巴基斯坦方面參演的兵力 就是泰莫爾號、護衛艦 聯合演練期間 雙方將開展聯合對海打擊、聯合戰術機動、 聯合反潛、聯合支援受損艦艇、 聯合補給等科目的演練 以及港岸作戰統籌、專業技術交流、 文化體育活動等 這次的聯演將在7月10日至13日 在上海附近的海空域舉行 以聯合應對海上安全威脅為課題 志在增進雙方、防務合作、 深化專業技術和經驗交流 鞏固兩國兩軍傳統友誼 提升兩國海軍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聯合行動能力 促進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發展 這次聯演是中巴兩國海軍 根據聯道計劃作出的正常安排 並不針對第三方 然後看看東部戰區美女追擊手爆紅 明明可以靠顏直 但偏偏要靠實力 近日東部戰區第73集團軍 一名女追擊手在網上走紅 這名女追擊手叫布在拿普阿生剛 憑著穩定的心理質素、紮實的射擊技能 在一次實彈射擊的巧合當中 他順利完成追殺任務 成為了集訓隊的焦點 超高顏直、熟練射擊動作 可以說又英又美女 網友紛紛跟帖評論 說第一眼看上去 以為是迪麗熱巴去了軍訓 有人覺得他明明可以靠顏直 但偏偏要靠實力 說原來不化妝也可以很美女 其實布在拿普阿生剛 剛剛入伍的時候 因為一張與迪麗熱巴的對比照 紅片作軍營 因為他與迪麗熱巴長得很相似 大家都親自稱他為軍營版的迪麗熱巴 剪了齊耳的短髮 加上不停的軍裝 原夢軍女的布在拿普阿生剛 開心得不得了 在身兵巧合的時候 他就因為手腕力量大 加上身體協調性好 手榴彈的頭襲達到41米 而旅兵的合格線是20米 這令戰友對他刮目相看 去年9月 服役期滿的布在拿普阿生剛 面臨著走還是留的決定 轉改為軍事可以繼續服役 或是退役回學校繼續學業 那段時間大學同學和朋友 也紛紛打電話給他 勸他退役回學校繼續上學 他經過深思熟練後就說 軍營令他成長成才 當了兩年兵 他覺得還未夠 他要讓自己的青春 在軍營過得更有意義 最終他選擇保留學籍 轉改軍事樓隊繼續服役 今年5月就得知他所屬的女 追擊手、集訓隊有女兵名額的時候 布在拿普阿生剛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就是要去做追擊手 他就那段報名參加了選拔 他想在追擊手這個崗位上挑戰自己 憑著個硬的身體素質 布在拿普阿生剛順利通過選拔考核 進入這個女的追擊手、集訓隊 一個通訊女兵想要在追擊手領域 證明自己談何容易 剛剛到集訓隊的布在拿普阿生剛 並不是那麼被大家認可 追擊訓練隊當中 其他隊友都在研究如何提高精準度 而他還在研究如何才能上把 他就覺得大家越不看好他 他就越想爭一口氣 為了提升、舉槍穩定性 他堅持每天都舉槍五個小時 汗水濕透了三 手臂和手肘都被磨到破皮流血 大家在休息的時候 他就纏著追擊教練要學多些知識 在集訓隊一個多月的時間裡 他瘦了整整八斤 當太苦太累的時候 他都有想過放棄 布在拿普阿生剛經常都會想起 當兵離別的時候 然後爺爺司馬拉雄曾經對他鼓勵說 布在拿普 到部隊就要好好加油 你是我們家裡的驕傲 曾經白痴痴的皮膚曬到黑曬 曾經細嫩的雙手已經佈滿了傷痕 曾經有少少傷痛就要抹眼淚 如今的布在拿普阿生剛的兩隻手臂 都因為反覆地插破而結出了厚厚的死皮 付出總是有回報的 經過一個月的錐練 布在拿普阿生剛已經熟練地掌握了各種追擊技能 並且順利通過集訓隊的巧合 成功晉級集團軍追擊手集訓隊 布在拿普阿生剛用實際的行動 詮釋了根國不讓蘇眉的女兵風采 他亦用一個戰士的直覺 就是演繹著另類的青春之美 接著看看中國第一艘 深遠海大型專業海盜測量船 海巡08在上海下水 中國第一艘具備了深遠海測量能力的 專業海盜測量船海巡08輪 包括在中國船舶集團有限公司江南造船下水 作為中國規模最大、綜合能力最強、設施最先進的 新一代大型專業海盜測量船 海巡08輪由中國船舶第708研究所設計 設計的航區是無限的航區 總場是123.6米、營寬21.2米、營深9.3米、排水量大約7,500噸 航速15折、續航力達到18,000海里 這艘船採用B3級兵區的加強 具備了DP2級動力定位能力 可以在9級海放之下安全航行 5級海放之下漂泊測量 4級海放之下走航式測量作業 海盜測量是對於海洋中涉及船舶航行要素的測量 海盜測量船需要通過高清影像 對海洋地形、地貌進行正確的陷測 例如海洋山幼的闊度、長度等等 相關測量是要獲得水域各種資料 可以用於編制海航海淘 海巡08輪將成為中國深遠海海盜測量船的旗艦 測量能力達到世界領先水準 主要是用於中國管轄的海域 特別是深遠海海域的海盜測量工作 參與全球海上應急搜救和測量行動 國家重大海上維權行動、區域和國際聯合海洋、測費交流等 東海航海保障中心副主任、總工程師 蔣健宇說 海巡08輪可以對中國管轄海域實施 全海深存要素的探測 將進一步提高海盜測量實力 應急掃測和搜索能力 推進海盜測量實現由近海走向深遠海的升級 對於有效保障重要航運通道、通航安全、 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和環境保護、 加快建設交通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那什麼是海洋測量? 顧名思義,海盜測量就是對於海洋中 涉及船舶航導的測量和繪製 在地面道路上,我們可以使用導航軟件等 進行實境導航 而船隻在海洋航導中行駛 也需要航海盜提供航導資料 提前了解航導的深淺、航行的障礙物位置 以及海底地形等海洋道路的情況 海盜測量船就是通過海洋實境影像的 嵌測收集,生成了海洋圖 實現在海上的實境導航 海盜測量船就需要高清影像 對海洋地形、地貌進行精確的陷測 例如海洋山優的闊度、長度等等 為了達到高清的效果 海盜測量船的升學設備系統成了關鍵 為了使到升學設備更好地發揮作用 而且要避免搜捕層樓中氣泡的影響 海盜探測船海洋08輪 將升學設備安裝在船底下方的吊艙中 這是內地船舶建造過程中首次使用的 最後看看中國福岩開始建設 可以實現千萬公里外的小行星探測成像 北京理工大學重慶創新中心說 他們將牽頭在重慶研製深空探測雷達中國福岩 這個專案預期作用距離達到1.5億公里 這個項目是超大分布恐徑雷達、高解析度、深空域、主動觀測設施 異期項目 據了解這個設施是由北京理工大學重慶創新中心 謀劃建設、將高解析度觀測近地、主大小行星、月球、金星、木星、火星等 北京理工大學校長龍騰介紹 中國福岩由很多小天線合成一個大天線 對於電磁波、自發、自收、能夠觀測到小行星 可以滿足近地小行星防禦、空間態勢感之等 並且用於地球移居性、行星形成等前年科學創新研究 據介紹項目第一期 分散式雷達天體成像測量而驗證試驗場 是由四部16米恐徑雷達組成 用於驗證雷達體制和關鍵技術可行性 可以實現月球三圍成像 現在已經是啟動建設 項目第二期將會建設25步至36步 高解析度分散式雷達 每一部天線有25米口徑 可以實現千萬公里外的小行星探測和成像 完成深空雷達探測和成像的顯示驗證 為中國近地小行星撞擊防禦和行星科學研究提供重要的支撐 大家好,想和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部推出的一個新服務 石樓台 石樓台提供獨家的內容給我們忠實的觀眾 訂閱石樓台,每天不用港幣兩元 就可以看到我陸英雄,你和巴士的部團隊 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不過我們在YouTube頻道的節目是不會減少的 希望你們能夠支持巴士的部訂閱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點擊石樓台的連結 就可以瀏覽到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的內容 另外也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到巴士的部的網站也可以找到石樓台 請大家去石樓台看看 多謝大家支持